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编冻 那这一个影片 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骑士转值的问题 那骑士转值呢 就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以及我们的盟友 我做了一些了解 那其实啊 在这次转值里面 有一个公认的想法 就是大家数据现在是偏少的 除了PVP的之外 PVE的数据看起来 目前还是比较少 那这一个影片 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 转值的部分呢 你到底谁该转骑士 以及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 谁不应该要转骑士 算是给大家心里面 如果说你还在犹豫的话 心里面有一个参考 当然这个参考也不是绝对 因为有些时候呢 都比不上你自己的一时冲动 对不对 所有的冲动呢 不是冲那个洞 是冲 那不小心点下去 转值就转过去了 那其实也无所谓啦 因为现在的转值 基本上三个月一次 什么时候轮到你自己的本命职业呢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哦 毕竟像我的狂战魂不灭嘛 所以呢 骑士这一次的转值 我也是会转哦 但是不是转本尊啦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呢 我认为谁该考虑转值成骑士呢 首先当然就是PVP专业的玩家啦 那大家都知道 骑士是目前全部职业里面 控制剂控的最爽的地方 它可以让敌人感受到地板的凉爽啊 如果你是非常喜欢PVP的玩家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在转值之后 都能明显的感受到 别人没转值 完全就是被你碾压的一个程度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常态团队资源型的玩家 这种玩家呢 虽然说他不见得是主要的战力 但是呢 有时候啊 他就是能够为自己的团队 尽一份心力 那其实在这个版本呢 无疑是最晕的职业嘛 那我们只要能够为团队尽一份心力 当然必须要转的时候 我们还是得要转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个职业就是 如果你的职业是缺少 或者是缺乏 范围攻击技能职业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一定要转啦 为什么呢 因为时代在走 范围要有嘛 大家都开始范围攻击的时候 你却没有范围攻击 那这时候转成骑士 新的嘲讽技能 虽然说目前的这个头上的三点 还没有出现嘛 这个就是等官方修 但是呢其实在这次改版之后的PVE能力 可以算是直接拉上一线近战职业的这个水准 所以对于PVE来说呢 其实你也不会太差 但PVP呢 基本上来讲可以算是提升了非常多啊 那另外就是说呢 有一些职业啊 普遍来说 它的坦度是比较低的 譬如说暗奇 譬如说龙斗士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 哎我的暗奇龙斗士不弱啊 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我们如果说以一个中小客玩家来讲的话呢 当然不是不能玩啦 只是说现在这个游戏环境 就是你要去新的图 那你肯定是必须要够硬 硬才是王大吧 这个是现在啊 那另外还有谁适合转职呢 答案就是 骑士魂啦 始终玩家 就像我们狂战士一样啊 虽然说我们中间已经绕出了 不知道几个职业去啦 人称白转玩 但是呢 骑士魂不灭的玩家 这一次骑士改版 如果你真的喜欢骑士的话 这个时候你真的是该回去啦 弱了三年 是该时候让你表现啦 好 那么说完骑士的转职 这一些是该转的 那当然谁不该转呢 谁最不该着急的转职呢 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长时间挂机的玩家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想打怪 不想别的 那这时候其实有很多职业 可以让你去选择嘛 那转职必须要一些花费 还要带子 还有很多的成本 所以如果你是长时间挂机的玩家 只想打怪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骑士是不是你转职的 这个一个目标 再来就是说 特色型的一线进展 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转职 比如说 我们讲最简单的 就是暗黑骑士 暗黑骑士 我们有一个称号嘛 就是叫做弱怪王者 那弱怪王者 去打活动地图的时候 他的效率特别的高 如果说你不考虑 你的本尊转职 那分身要不要转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就是大家要想一下啦 未来如果有这个 譬如说 马戏团这些活动的时候 你转成骑士 效果会比较好吗 不一定 但是呢 这个是值得大家 自行根据自己的机体 还有你的武器装备 去思考 再来下一个就是呢 如果你的技能 是凑不起关键技能的话 那你也是得要思考清楚哦 因为现在啊 这个机体 除了靠装备之外 技能就是你的第二套装备 如果说你缺乏了坦度技能 或者是一种减伤技能的话 这时候对你的强度来讲 其实会大打折扣 所以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的技能不起的话 也是要思考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呢 转职是需要赚的嘛 那如果你没有赚的话呢 怎么办 那还不赶快找一下编头 好那最后还有一个职业 就是你要思考的 就是呢 神圣见识啦 神圣见识呢 可能你在玩个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他都还是这么一个样子 所以他是一个玩到烂的职业 好这个职业呢 如果你不觉得无聊的话 你还是可以继续玩下去的 当然如果你问我说 神圣见识好不好玩的话呢 我会跟你说 不好玩 因为他呢 就是这么样一个玩到烂 没有乐趣的职业啦 那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最后呢 妖精枪手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各位 妖精枪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妖精练功太慢 枪手练功太慢 该怎么办呢 要嘛就是等该版 要嘛呢 就是选一个适当的时机 不一定要骑士 下一个版本 下下一个版本 都可能会有机会 选一个适当的时机 把它转走吧 天堂M的职业里面啊 只有两个远攻职业 所以要开到转职的几率 真的比进战职业来说 是低非常的多 这两个职业的玩家们呢 看看是不是某个时期 先转成进战 改天要玩妖精 要玩枪手之后 再把它转回去 这也是一种玩法 这个乐趣在个人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好上面这些呢 就是关于转职与否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还有一些建议啦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还是取决于 大家自己游戏的方式 没有一定也不是绝对的 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的心里面 还没有一个定件的话呢 转职还有一段时间嘛 大家再继续看下去 看看评价到底是如何 目前呢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自己的新篇章服 很多百大的魔剑士 都已经转成骑士 那体验上呢 PVP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 那这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大家如果自己转完之后啊 或者是对于骑士 有什么心得的话呢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